攝影 攝影 不該是一場器材間的軍備競賽 生活中美好的瞬間 都值得被捕捉紀念 我是熊明龍 是一名攝影師 作品曾奔上蘋果 像iPhone7的海報看板 與全球26國展出 在過去七年的時間裡 我選擇以手機作為工具 創作出一張張蘊含故事感的風景 與人像寫真 比起沉重的相機 昂貴的鏡頭 手機是我們每個人都幾乎擁有的器材 對我而言 比起沉浸在追求更高端的相機或鏡頭 我更在乎的是作品的溫度 這次我將和Yota合作 想讓更多人了解 好的照片用手機也能完成 讓你的創意不再受到硬體的限制 盡情的享受手機攝影的樂趣 手機攝影的重點不在於技術參數 也無關乎品牌 而是為什麼要按下快門 它背後的思路是什麼 以及光線和構圖該如何搭配 我將從基礎開始 講解攝影原理 拍攝前的準備 如何觀察場景光線等等 也會介紹幾個常用的構圖法 包含對稱 正方形構圖 引導線 框架等等 你可以學到如何用獨特視角與創意手法 拍攝出與眾不同的手機攝影作品 這堂課程適合所有喜歡用手機拍照的人 即使你沒有任何的攝影基礎 但只要你對攝影有興趣 也可以享受到 用手機拍攝出專業及照片的樂趣 為了讓相片更貼近真實 除了按下快門的瞬間 你還需要學習社後的後製與調色 我會實際示範不同種類照片的編修 帶你結合理論與實作 完成一張張有故事的照片 在課程的最後 則會示範風景 人像 美食 三大主題的照片拍攝與編輯 分享我平常的拍攝工作流程 讓所有人都能對攝影流程有清楚的概念 手機攝影不用花費高昂的器材費 沒有複雜的攝影設定 無論何時何地 你 都可以拍攝出令人驚艷的作品 在社群上大放異彩 我是熊明榮 希望你也能和我一起 用手機捕捉眼前的魔幻瞬間 在社群上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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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范 在社群上大放異彩 在社群上大放異彩